最大天王 你绝对想不到 当年风靡亚洲的四大天王 年轻时到底有多帅 郭富城估计也很诧异 自己三十年前随便摇了下头 竟然在三十年后 霸平网络 年轻时的郭富城 说他经验的时光也不为过 甚至一度引领了当时的审美潮流 活到王精都要为他量身打造电影 在那个所有男生 都留短发的年代 只有他长发飘飘 令无数男女为之倾倒 商场里郭富城的海报贫贫失窃 被人偷回家珍藏 他经典的三七分发型 成为当时年轻人效仿的对象 很长的一段时间 理发店人满为患 全都等着要捡一个郭富城同款发型 可郭富城自己却帅而不自知 我长得一点都不帅 到现在我也不觉得自己帅 我们的老师跟我说 你的外形是我们同班同学里面最差的一个 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 同样帅而不自知的 还有亚洲天王黎明 其实我当年也一般 到现在也是一般 虽然黎明的脸部线条比较柔和 但是并不娘 而球种骨子里透出的秀气和温柔感 温文尔雅 英俊潇洒 气质高贵 又纯又郁 年轻时的黎明 绝对配得上这些形容词 在90年代的港圈 游行过这么一句话 你红能红得过黎明吗 你或许见过粉丝为肖战亮起的红海 但你一定没见过黎明 就连出席颁奖礼晚会 都能把全场都变成红海的场面 要说黎明年轻时究竟有多帅 看女明星对她的反应就知道了 有清纯玉女之称的周慧民 见到黎明时 一副小女生的模样 害羞的不敢抬头 元祖歌姬钟森明菜看到她后 更是当着镜头的面大胆告白 但这还不算夸张 三句豪门 靠自己逆袭成亿万富豪 连赌王都追不到的最清醒港姐 邝美云只是看了一眼黎明 就彻底沦陷 更绝的是 在当年韩流还不太流行时 黎明就率先在韩国爆红 凭一个动作轰动整个韩语 成为首个在韩国音乐流行榜 获得前五的中国人 当年韩兴的大部分造型和服装 基本都是从黎明身上找到的灵感 solo女王埃佑立志恩 称黎明是她最想合作的歌手 而且黎明不仅在韩国火 在欧美圈也小有名气 1994年 美国加州和旧金山 甚至将每年的10月15日和16日 命名为黎明日 可谓是前五古人后五来者 在巅峰时期 黎明只是去荣祖儿演唱会当个嘉宾 就导致门票直接被炒高了15倍 火爆程度可想而知 对此我只能说 你可以永远相信妈妈辈的审美 而被无数人誉为顶级美男子的刘德华 年轻时代开始 就以深情的眼神和厚实的身陷 收割了无数少女的心 在90年代 刘德华更是帅的代名词 看到帅哥 往往不说他长得好帅 而是说他长得好像刘德华 可想而知 妈妈辈当年吃得有多好 难怪当年刘德华排天若有情食 只是随意地摘下头盔剥了剥头发 就被导演杜琪峰指责你不要一直耍帅 刘德华的帅 是那种一眼就忘不了的 不仅帅而且帅的 有特点有难认为 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刘德华 阳刚 刘德华的阳光与生俱来 而现在很多小鲜肉 少的就是这股自然的阳刚之气 所以刘德华火了这么多年 还是很火 而且刘德华的骨相也十分优越 就算年过半百 依旧潇洒有风度 可谓是帅了一辈子 但探到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 大家最先想到的 却总是他悠扬的歌声 对于张学友的颜值 一直存在争论 毕竟当年的岗鱼 可谓是神仙打架 确实不好混 而张学友走的 也不是颜值路线 但绝不要因此忽略张学友的帅 张学友拥有一种内敛且深情的帅 而且他的五官非常周正 属于耐看型帅哥 或许很多人忽略了张学友的帅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天生属于舞台 其实自从四大天王这个头衔出现开始 大家对四个人之间的对比就从未听过 对于四大天王中 谁才是最帅的美男子 更是一直备受争议 虽然四人之间争议不断 但都有个共同点 他们各自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才华 单独拎出来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代表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颜值 只是他们的加分项而已 那么在你心里 谁才是真正的Top 1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